最後一個要講的 就是你有沒有發現 基本上所有 這麼肯定 對很肯定兩個字所有 你說百貨公司的一樓 都是 享水貴位跟精品貴位 嘿嘿嘿 好像是耶 是不是 你知道我什麼嗎 HELLO LADYSON 喜歡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莫金哥 歡迎收看朋友們的Champion 這個單字節目 又來到15關 或是神秘 不可惜的事情 阿姨老頭子 什麼老頭子 不是 阿姨你一聽 不是 我問你一個問題 嘿來請說 你有沒有去過百貨公司 廢話當然有啊 一定 這什麼爛問題啊 你已經聽我講了 好我聽你講完 百貨公司 蛤 你有沒有去過 等一下 等一下不是 你去百貨公司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很 奇特的現象 奇特 怎樣奇特 就是百貨公司 基本上 你看 無 大 時 中 除了 專櫃 就是賣時鐘 或是手錶那個專櫃 基本上你是 看 無 大 時 中的 聽你這麼一講 好像真的有這麼一回事耶 哈哈 可是又好像沒有耶 蛤 那哪裡有 因為我記得可能他有些地方 還是會有電子時鐘 但是 是嗎 還是哪裡 忘記了 像餐廳那邊好像會看得到 不是非常小的 但是依照莫金哥 這些看過百貨公司的經驗 我也是 我是比較少看到 我沒有實際去仔細看 實際上會比較少看到一點 再來 你有沒有發現百貨公司 基本上 一樓 你都 找不到廁所 誒 要嘛在地下室 要嘛就在二樓 嗯 真的不是 之前像是去台北那邊的 他一樓就找不到廁所 要去地下室才有 對 你們知道這是為什麼嗎 哈哈 你肯定不知道 誒 好 那今天 莫金哥就來告訴大家 為什麼 會有這樣子奇特的設計 或者是 其他 百貨公司 沒有告訴大家的秘密 今天我們就來揭秘 好 幹什麼 表示負荷 好 那我們就先來說說 時鐘好了 哦 時鐘 在百貨公司被設計出來的時候 或者是他們在營運的時候 他們有發現 時間 是 非常忌諱的一個東西 哦 因為呢 這會讓 顧客進去的時候 啊看一下時間 哦 我是不是要快回家了 啊 對 有可能 然後讓大家覺得說 哦 現在時間 晚上了 趕快走了 對 要趕快走 要不然 沒時間逛了 第一 如果就是 有些人會怕遇到下班的塞車場 會想提早走 不然就是 不想太晚回家 也會想提早走 肯定是 對 所以基本上 能不設計時鐘 他們就會 不設計時鐘 可是大部分人 平常也都只是假的才會去啊 我剛才講的是說 下班長 很多人會有那個啦 手錶 時間觀念啊 對 他們自己有手錶 或是看手機瞄就知道了嘛 我也沒有說好 特別去看手錶 看手機 知道一下時間 但是呢 如果你把時鐘設計出來的話 隨便瞄一下 哦 突然驚覺 哦 時間到了 你的意思就是 一個是自己發覺說 看手機看手錶 發現時間 另外一個是 不輕易的告訴你時間 對 牆壁上 對 不輕易的告訴你呢 那也會增加 哦 你想離開的意願 所以呢 對他們的 營運來講 或營銷或營收來講 都是 負的一個效應 所以 始終 能少出現 就少出現 原來如此 再來就是 第二個 他們為什麼 都讓廁所 不出現在一樓 為什麼 因為呢 呵呵 這有點像是 便利商店概念 假設便利商店概有一樓二樓 你只想進去拉個尿 幫個散開出來 哦 你進去哦 回來 你只逛了一樓 哎 等一下 便利商店他廁所就是在一樓 基本上這樣子啊 但是 但是便利商店 基本上就只有一樓 哈哈哈 有二樓很少 用餐地區 但是哎呦 這麼一想我發現一個點 有二樓的那種便利商店 廁所就很常在二樓哦 喂 我之前去過幾家 7跟 全家便利商店 在台北蠻多的 之前去那邊工作過 蠻長一陣子 還真的耶 有點想一下 還真的耶 哦 蠻多便利商店有二樓的話 廁所就在二樓 知不知道為什麼打你 不知道 因為我講的百戶公司 哦 哦 為什麼 你說 因為我們現在在講百戶公司 反正廁所呢 對於這個 營收來講 有著一種 特殊的影響力 可是設計的好壞就影響到 你說這樣子設計 對他們營收有幫助 但是相對的來說 他們的服務就會有差評 啊為什麼 因為你要想嘛 一般可能你去哪邊玩 或者是去哪邊幹嘛 你最希望兩樣東西 一定要出現 第一個是垃圾桶 第二個就是廁所 因為這兩個東西 是人比較極需要的東西 那就去二樓 搞貝啊 沒有二樓嘛 對 然後他們設計在二樓 或者是高樓層 或低樓層 他們的用意就是 哎 你上廁所的時候呢 那你一定會經過一樓 先把一樓 可能大致上走過一點點 快速跑完一圈 哎 沒廁所二樓 去跑一圈 對 那在 B1或者是二樓 給大家解放完畢 卸貨完畢的時候呢 你順道可以再逛一點點下來 只是你路過 你一定會多少看到更多東西 有趣的是 B1你知道通常是什麼嗎 美食街 對 可是這有道理啊 那吃完之後拉完吃 吃完之後拉完吃 你想那麼美 所以廁所設計好的話 就會影響到 那便利商店同樣如此 真的 我剛剛這樣想一下 有二樓的便利商店很長 廁所就在二樓 所以他主要的目的就是 增加你停留在他建築物裡面的時間 對 讓你就是多逛多走看 他們也不想讓就是很多人 單純只想來上廁所 弄完就走這樣子 誰會大老遠 沒事跑進去上廁所就出來了 我最近在台北工作的時候 我只會接上 我真的常常接廁所 你太亂略了吧 沒有就是 能問就問 能借就借 能上就上 那接下來 跟這相關的還有一個點 就是百貨公司有些呢 他不給你搞窗戶的 就是你到高樓層之後 或者是一樓那種 有大門進去的話 二樓三樓四樓 可能就很少給你看到窗戶 是根本看不到窗戶啊 對 只有一樓開的到外面 對 對 為什麼 知道為什麼嗎 他們不想要 讓 你 直到現在 晚上了 帶回家啦 幹 上也太賤了吧 嗯 而且通常呢 他們會放就是比較 緩慢 輕鬆的音樂 讓我就是在裡面逛的時候呢 我記得是都比較勁爆的音樂 懂之懂之打 哎呦 你跟我哪間百貨公司 這麼Rock的啊 那是有些百貨公司他的可能鞋店啊 或者是服裝店 你知道我的音樂 我倒是在 一般就是一間一間店 那種 喔 街上的比較常聽到 對對對 也有啦 百貨公司我就比較常聽到 動之打子動之打 沒有什麼相對大聲啊 嗯 小聲的 基本上我的印象呢 就是比較輕柔 甚至是鋼琴吹音樂 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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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該上車了 哈哈 該回家了 你回家了 剛剛景清樓啊 沒有啊 反正就是這樣子 這個窗戶設計呢 也是暗藏著 魔鬼在其中 嗯 他們就是 除了一樓 怎麼基本上除了一樓 怎麼都被看到了 那剛剛不是講到音樂嗎 對 其實還有一個重點 他們會少放 這種音樂呢 一氣喊大爆炸 走去起來 沒有 他們播放這種音樂是因為 接受這樣子音樂風格的人 他是比較少 老年人 不可能喜歡的 通常都是青壯年 或是貴婦 搞固酮太濃的 一般的話 能聽抒情音樂的人是比較多 相對於搖滾音樂來說是更多 搖滾音樂是少他們就少飯 所以音樂呢也很重要 再來這個手扶梯跟電梯 也是一個有點賊的設計 等等手扶梯跟電梯 我完全沒有去思考過為什麼手扶梯 跟電梯的位置在幹嘛的 我之前常逛一些百貨公司會發現 一個很討厭的設計 假設你從一樓上手扶梯二樓 但是呢通常 你要從二樓再回一樓的時候 必須繞一圈 繞半圈才能下去 這好賊啊 有些百貨公司就會這樣設計 對當然是有用意的 就是它會比較少同一邊給你進出上下 不然就是你很難同一個 就是一個一個位置 能夠讓你一直到一樓二樓三樓四樓五樓六樓七樓八樓 然後在同一個位置 八樓七樓六樓五樓四樓三樓二樓一樓下來 基本上你都可能會需要繞一段路 那電梯呢通常會跟手扶梯避開 假設你會很想從八樓搭電梯到一樓 對 那你原本上來的時候是走手扶梯的 那電梯此時的位置就會跟手扶梯不太一樣 那目的就是為了讓你多逛一些地方 通常都是找不到電梯 電梯比較難找 所以就會要逛很久 那就我所知了中壢有一間這個 名字很大的 不是名字很大的 名字很大的 碧格 碧格碧格小 他一個電梯齁 也不算難找啦 但是喔 我帶過一些青檬好去那邊齁 他們一開始知道電梯在哪 但是後面呢 回程的時候如果沒去講 他們就忘了在哪 要找很久 反正就是讓你的動線呢 越不方便他們就可以賺的越多 我還知道一個東西很賊 什麼東西 關於這個手扶梯或者是上下 或是跟這個動線有關的 有一個手機很賊 或是IKEA ㄟ? 啊!IKEA超惡劣的 我不是在批評他很 我也不是批評他很 我是說這個設計很聰明 他這個設計真的太聰明了 你從一樓到二樓 反正出口跟入口通常不是同一邊 假設你從西邊進去 那你就得在那邊繞一整層你才能夠找到出口 哇 我的經驗是這樣的 我跟你講我遇過更貼心的一屁 貼心 一進門 你就只能搭一個手服梯 直奔五樓 喔 直奔五樓 對 然後你必須從五樓一直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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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一樓來 哇 你每一圈都會逛過 對 他們那個設計真的是我覺得很賊啊 真的很賊 這就算我講的 入口進來之後呢 你幾乎是每一層樓的每一個地方你都會逛過 都會走過一次 你才能夠找到出口 對 哇 但是呢 IKEA 這個這樣講大家比較習慣 IKEA 他那個 冰啊 十塊錢 哇 對 便宜 又便宜 對 這個得 IKEA算是還不錯啊 價位 價位很親民的 但是這個 耐用程度呢就 哦 Question Mark 不要講 為什麼要 question mark 啊呀 反正 手服梯跟進梯這個是一個 學問啊 也是一個學問 再來 還有一個手服梯 它也是蠻重要的 手服梯還有一個秘密就是 很多的時候手服梯在 上下的時候呢 他們的設計會讓你就是看到 很寬闊的一個場景 或者是說就是 你可以俯瞰到很多的農動物 假設你從三樓下二樓好了 你可能是不是可以看到一樓 哦 有 對 像是 中立名字很大的那一個 大輪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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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他們設計就是這樣子 我就 常常經過 哦 哦 底下的這個 很漂亮 他們通常會設計個東西 很大的中庭 或者是 中庭 那叫中庭 超大 或者是天井是不是啊 就是 中間空的 對 你可以從 四樓 二樓 三樓 就是 上下互開就對了 真的 對 就是這種設計呢 它有一個 很賊的地方 它也是為了想讓你看 更多東西 挑起你的 購物欲望 賊啊 可以說是一個 很聰明的設計 哦 另外電梯 通常有一個 比較賊的地方 我想起來了 他們還有一個目的 就是不想讓你 太快的 讓你離開就離開 蛤 有的時候 你不明白那個 百貨公司動向的人了 你可能就是 為了找一個電梯 會走很久 欸 超久 對 他們就是不想讓你 欸 你逛完 你買完 你就想要趕快走了 想讓你看更多 講到這個 我得講一個東西 齁 我真的是很神奇 有一次我去三創 哦 三創 我當然知道啊 它也像是有點像 百貨公司 我覺得他們還有逛 因為它裡面很多東西 都是我很有興趣的 算是3C的百貨公司 對 我覺得很爽 我很喜歡逛 但是呢 我現在去的時候 找廁所 找超久 它那個Logo 不是很清晰 然後藏得有點像是 逃生街那種的那種位置 不是逃生街啊 逃生出口 對 有點像是那種 那你走進去 一開始外觀瞄過去 不是很像廁所 以為是樓梯要走出去 逃生用的 對 就不是非常像廁所那種感覺 然後就錯過了 為了他來給我多走 多看好多東西 但是那時候 然後膀胱都被爆炸了 沒有其實多廣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去問 那個服務人員 找不到 喔 更賊 那個服務人員可能也敲裝了 敲裝是不是 再來就是 如果 你有過那種大賣場 欸 這邊講的是百貨公司 我剛剛講過對不起 怎麼變大賣場 大賣場 為什麼 那種推車 會做得很大 他們也是有 所以現在是額外補充大賣場 對 我剛剛才想到 喔 那個推車為什麼要做那麼大 其實也是有魔鬼藏在其中的 有什麼魔鬼 不就讓你可以多裝一些東西嗎 欸 這就是重點啦 這就是重點 這就是重點啦 你推那麼大的推車 就會想讓你放更多東西進去 幹 他那個啊 你放更多東西 他們就賺的更多 我想的是說 他們可能就是 準備大一點的購物車 這樣你想買什麼 你會對你貼心 對 你都可以放得進去 不用擔心說 賺不了 他對你貼心 然後你也會對他貼心 賺更多的錢 麥可麥可 連來都不是 對 所以這個 推車也是 喔 很邪惡的 所以呢 以後各位 如果你能不推推車 你就不要推推車 靠證你逛一逛出來 你省更多 好像是 有時候看推車還有空間 就會想說 欸 真的 再買一些東西好了 真的 我覺得這很邪惡 甚至呢 我告訴各位 如果你是想省錢存錢的人 基本上看到大潤發 不要進去 家樂福 不要進去 對 都不要進去 進去 我之前想存錢 想省錢 然後剪個頭髮 欸 旁邊大潤發 我要去看一下 喔 幹 出來 三千塊沒了 可是也不能這樣講 相對的來說 大潤發他們的 單價比較便宜 是比較便宜 沒錯 但是有時候 我去的時候 我買回來的東西 不是我一定需要的 喔 對啦 就像是你可能買個 牛奶 欸 我不一定要喝牛奶 喝的健康不好嗎 也是可以 哈哈哈 要不然就是我買了一些小零食 啊 這就是嘴見 那這個齁 那這個傻狂 傻狂 車車車車 欸 最後一個要講的齁 就是 你有沒有發現 基本上 所有 這麼肯定 對 很肯定 兩個字 所有 嗯 你說 百貨公司的一樓 都是 香水貴位 跟精品貴位 嘿嘿嘿 好像是欸 是不是 好像是 欸 對 是不是 都是手錶啊 香水啊 保養品啊 保養品啊 對 你知道我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你進去 聞到那個香味 啊 POOFET 空體舒散 可是有些人不一定喜歡那個香味啊 但是我齁 我的經驗 我蠻喜歡的 大部分都會覺得香香的 說實的 那這個 我一開始要想說 是不是因為女性的消費市場比較大 也有可能吧 也是有可能 我不曉得 沒有做過這方面的吊 但有可能 女性呢 進百貨公司 那個沒有弄兩卡 但是我 兩卡 反正 這個可能也跟女生的消費有關係 但是我覺得這一點講的很有道理 就是 進去就很像 讓你整個人心情就是開始比較愉悅一點 那就會讓你停留在裡面的時間 更長 你一進去聞到臭的味道 你會想繼續待著 對 所以一樓廁廁所主要是比較多乾 啊 難怪不會沒有廁所 還幫他賣進去 幫他賣進去 幫他吊灑 大便去問 哇 進去 啊 算了 太臭了 這樣就可以解釋得通 為什麼一樓廁廁所了 嗯 我剛剛再查了一下 對 女生的確是百貨公司最主要的客群 應該說女生的需求比較大 女生的需求比較大 相對來說 女生的購物欲望比較強烈 是這樣子嗎 男生比較少啊 是這樣子 你沒看到去那個百貨公司 通常都是女生買的東西比較多 像那個 周年齊 對 男生都只是在那邊幫忙提東西的 你這個 你這個講出來可能會怕我 欸 對不起對不起 我講的是我自己的經歷 喔 他自己的經歷 可能跟誰誰誰去百貨公司 如有雷同春書長 跟誰誰誰去逛 然後都是在幫我們拿東西 好啦 那基本上呢 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百貨公司 沒有所有的秘密 或者是關於百貨公司的冷知識 那基本上 我們影片就到這邊 記得 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 我們是誰 我們是我 跟莫菁哥 跟 R.E.T. 欸欸欸 不需要多加一個字好不好 好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 這樣子才能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這樣子喔 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的話呢 請按個讚並且分享出去 然後六個頁讓我們知道吧 好啦 莫菁哥明天的Live 我們就明天再見了 See you tomorrow 掰掰 掰掰 我們來拍拖 拍拖